你曾经对我说过 你是我手心里面的宝 那有了大宝之后 你就说我是大宝 他是小宝 有了小宝之后 我还是大宝 大宝变成二宝 二宝就变成小宝了 我们家三个宝 你说都是你最爱的 但是我没有看到 这个爱体现在哪里 我觉得从大宝变成了宝 也是有个宝 叫宝母 我觉得不是真的 你这个大宝应该自我牧力 让这个宝贝 自己更加垂成独目 他对你怎么样 咱不说大宝和二宝那点事 以前好 现在不好 我举一个最近的一个例子 今年的国庆节 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是三周年 那时候他出差了 到国外去了 当天早上我是很兴奋的 我就写了一首诗 虽然说写得不怎么好 但是灵感 直接涌到我这边来了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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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很多很多 那些他现在都没有干了 家务都是妻子现在做 过去您做 现在您不做了 您现在的这个 自己的生活状态 是个什么状态 状态是 我们两个人是一起工作 但我还兼职了 家里所有的保姆工作 那您在先生这个公司里面 您扮演什么角色呀 财务 设计师 还有采购 很多很多事情我都在做 他基本上就是跟人家去聊聊天 这样子 再问啊 家里谁管钱 我管 您管钱 在对孩子的教育问题上 夫妻双方有冲突吗 意见能够达成一致吗 有冲突 什么样的 很难达成一致 就像小孩子玩手机 他明明知道这个是对他不好 只要孩子一说 他就马上给 我觉得这个对他的眼睛很不好 我认为小孩子童年的时候 玩一玩是很正常 不给他手机玩 他也会玩别的 小孩子这种 失利这种 这个免疫力和这种东西 不是你想想那么容易坏的 那你认为他坏了之后 再让他好吗 未尝不可啊 我们去做个阴导 所以你说这种观念 没办法 所以碰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你们夫妻俩是怎么解决的呢 我在孩子面前 现在没有权威性 有时候我说他几句 他就跑到爸爸那边去了 根本就不会 本来这母亲的 就是母持妇言 你这母亲的 不一定要有很多的威严 对不对 因为这母亲的属于坤 我属于钱 钱坤 我对孩子 我生意如果高了一点点 他还不开心 认为我把他的小宝贝 给怎么怎么递了 好像我变成一个 什么什么后妈什么的了 然后跟我去草 当着孩子的面 就当着为父 我觉得这点是很过分的 就是爸爸太宠爱了 就是爸爸有点 溺爱 是这意思吧 对 所谓对孩子的 这个教育观念上面 妈妈觉得爸爸过于的溺爱 爸爸觉得并没有 是不是这意思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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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